大家好,又是我大師 今天我會教你做叉燒腸 看影片之前記得要訂閱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資訊 材料有76克的尖米粉 43克的粟粉 14.5克的馬鈴薯澱粉 四分之一湯匙的生油 2克的鹽 105克的水 將所有的粉和鹽倒入大碗裡 分幾次加入水 最後加入生油 拌勻後,蓋上保鮮紙 放在雪櫃一晚 讓它吸收油份 做出來的腸粉會滑些 第二天 拿些粉漿出來 放室溫半小時 然後用275克的水 開蓋它 要準備一點熟油 還要準備一些熟油 我們做個餡 材料有150克的叉燒 和適量的芫荽葉 叉燒要切成指甲這麼大的薄片 芫荽葉要切碎 芫荽葉要切碎 餡還需要調味 少少雞粉 胡椒粉 和麻油 師傅 把這些碎油 拌勻後再加少許水 讓餡料沒300克乾 下馬鈴薯澱粉 要加到粘手為止 目的是要加些餡料�蛋 幫助餡料 конф Bloob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兴趣的你可以试试做甜醋油 材料有19克的生抽 57克的水 6克的老抽 6克的美极鲜酱油 4克的鸡粉 12克的砂糖 2个芫荽头 拌匀所有的调味料 用少少油爆香芫荽头 闻到香味加水 煮到它出味 接着下调味料 滚起后转小火 煮多3分钟 每个生抽的咸味都不一样 要试试味 看看够不够甜 先介绍一下我会用到的工具 这个是直径32cm的锅 连同一个蒸笼 如果没有蒸笼的 可以用一块大一点的晶片 但不要用蒸架 因为会动来动去 蒸出来会厚薄不平均 透气的不瘦钢盘 孔是什么形状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放入蒸笼 和盖上盖 一块长的刮板 或者两块短的都可以 一块腸粉布 油骨这一面是底 我们蒸腸粉会用另一面 可以是白羊布 或者的确凉 好处是密度高 不会漏 一块不瘦钢的砧板 在表面刷一点熟油 千万不要刷太多 首先要帮布做热身 蒸腸粉一定要水够多 火够猛 记得布面向上 即是没有骨骨改面 用刮板帮手铺平 小心 蒸气都很热 切一下 粉漿很容易沉淀 我们要切底搅匀 第一块要做厚一点 拿一瓶半出来 落前再搅匀 快速用手指拨开 我们会蒸两分半钟 够时要立即开盖 等到不见了 泡泡才能拿出来 还有就是 不要这样垂直开盖 因为倒汗水会滴 正确的方法是 向着对面开 一来蒸气就不会噴到自己 二来冻汗水就会流到旁边 反着铺在砧板上 趁热拉走布 而这块我们是不要的 布面会黏着漿 记得不要洗走它 把布浸泡下水 布面向上 下次用就会方便很多 现在正式开始 这次要做薄一点 今次放一瓶就够了 把它配至少 3咗 вр� 下好汁后 放铨 动作要快 要留一大小 those 这次我们 pone下三分半钟 够时要立刻开盖 等到不见泡泡才好拿出来 如果叉烧掉下来 那就要加多一点马铃薯淀粉 放入馅料中 反正铺在砧板上 然后趁热将腸粉布慢慢拉走 每次弄完布都要浸到水中 用刮板由上面开始卷下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最后做一层熟油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和订阅我的频道 你也可以按旁边的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 如果有问题想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你们 下次再见 拜拜